大家好 歡迎參加Autodesk 香港2022虛擬解決方案發布會 面對新常態 我們繼續以虛擬的方法見面 在這個重要日子 和各位分享最新的技術發展 以及各地專業用戶的寶貴經驗 展示他們對BIM技術應用的 遠景、專業和創意 攜手共建更美好的世界 在過去十多年 香港一直帶領BIM技術應用的發展 技術讓我們迅速應對建築項目 在各階段所出現的變化 必須把握機遇 在關鍵時刻作出更適時、明智的決定 我們希望與業界攜手啟發潛能 促進協作、風險管理、提升品質和成本效益 例如在建築和基礎設施工程項目裏 採用BIM建築信息模擬技術 和MIC混合式組裝合成建築法 以實現創新和更優質的可持續性設計 項目橫跨多個範疇 由基建、檢疫設施、數據中心、體育園 以至商業和住宅正在增多 例如位於香港科學園的創新斗塞 InnoCell 最近開幕是香港手動採用 MIC建築法的永久建築物 項目團隊早於設計階段 已經運用BIM進行協作 令整個設計足跡和協作過程 均詳細記錄於BIM模型中 總承建商在施工階段 可以採用BIM模型 進一步進行分析和推展其他技術的應用 建造工程推動建築安全設計概念 MIC建築技術和BIM科技結合相得益彰 亦提升建築物料的可重用性 結果比預期早落成 幫助施工期縮短多達6個月 面對未來市場和環境的挑戰 我們必須與業界一齊繼續堅持和努力 提升應用科技的能力 培育更多人才 以確保香港各行各業有足夠的人才 帶動行業發展 例如參與全球的工程項目 或者創造更多生命優質的產品 以及創意澎湃的娛樂媒體內容 無論每日身處在哪裏工作或生活 通過科技讓我們的距離拉近 競爭力亦都一起提升 大家熱切期待的新技術 例如BIM在提升項目團隊決策 協作和生產力方面亦都有新突破 更能掌握設計資訊 而進行預測未來 及早作出決策防範問題 亦都能夠有更多自動化的解決方案 提高效率和效益 在世界各地的智慧城市 應用BIM的技術 與科技的創新互相結合 例如雲計算、人工智能、機器學習、 大數據分析、機械人、虛擬實景應用等 加上5G的應用逐漸增加 進一步讓用戶的創意思維 更加無限可能 我更代表Autodesk 感謝所有演講者 分享他們的寶貴見解所做的努力 並且感謝贊助商支持今次的活動 有助於大中華區配慾人才 和加速採用先進技術 以提升競爭力 通過共同努力 以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和一個更美好的香港 祝大家身體健康、學習愉快 多謝